哈喽,大家好,我是玉玲瓏 今天我们来做烧茄子 把两个新鲜的长条紫茄子洗净去剃 然后我们切成薄厚适中的茄片 你会发现新鲜的茄子切开之后里边都是白白嫩嫩的 由于它没有失去水分 新鲜的茄子呢,特别容易熟 而且呢,口感也特别的好 我们把切好的茄片用盐腌一下 然后放入白醋 放过白醋的茄子片啊 待会儿做熟了之后 我们依然还可以保持它紫色的外皮的鲜亮 我们把红辣椒 蒜 还有小葱给它切碎备用 用一个小碗调点水淀粉 用玉米淀粉加上凉水 调成一个薄芡 然后我们锅中不放油 用中火 把刚才的茄片一片一片的铺在这个锅底上 要用中火或者是中小火 给它两边煎至金黄 煎到这种程度 基本上茄子就已经熟透了 我们给它先出锅 备用 然后在锅里呢,放入油 放入蒜和辣椒 给它扁香 扁香之后 我们加入刚才的茄片 翻炒几下 你这时候会发现这个油啊 迅速就被这个茄片给它吸收进去了 这个茄片变得特别的油光正亮的感觉 而且这个紫皮鲜鲜亮亮的 我们再加入蚝油 给它调味 由于这个茄片已经腌制过了 我们不需要再过多的放盐 放入小葱 还有水淀粉 待这个水淀粉变得浓 而且呢,茄片呢 变得更软糯了 我们就可以关火了 茄子鲜亮亮的 一道少油健康版的烧茄子 我们就做好了 非常的鲜香味美 少油 但它却能够满足我们的味蕾的需要 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点赞订阅 关注分享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